这是酸生素 酸叶 酸果 酸汁 酸白皮 全部都可以入药 每个部位的药性都不一样 功效也不一样 今天我没有介绍酸叶的功效 而是我今天会做一道菜 酸叶凉粉 先挑选一下嫩的酸叶 我小时候常用酸叶来养肠宝宝 先烧一点稻草绘 做酸叶凉粉一定要有稻草绘 酸叶凉粉一定要有稻草绘 倒炒会已经放凉了 加水做减水 过滤炒会水 我们就会有浅水 上叶要洗干净 因为上叶表面可能会有灰尘和黄泥 和二重暖 把上叶烫过一下 我们下叶表面 把山椰放在水旧打碎 打碎好的山椰,再加一点水 揉一揉,让山椰滴留住 过滤三叶汁 过滤之后我们得到山椰滴 再把倒茶水过滤一次 山椰滴倒入锅中 再倒入倒茶水 大火烧开,撈住泡沫 倒出一个大容器,让它凉会结冻 就像果冻一样 加一点牛奶或蒜奶,味道会更好吃 大火烧开,优优优独播剧 大火烧开,优优独播剧